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级指标就是美国的零售销售 因为美国零售销售在美国消费大概三分之二 美国的消费在美国GDP的比重超过三分之二 所以昨天公布的数据等于占美国GDP将近4成 公布出来这个数据当然是优于市场的预期 年增率是高达8.3% 而且刚刚过去的10月份 美国的零售销售跟去年同期相比 增加了有500亿美金 来到了6945亿美金 所以从美国零售销售 在推估美国的消费 基本上是爆炸性的成长 很爆很爆 非常爆 可按照目前最新估计 美国第四季的GDP年增率 扣掉了物价影响可能不到2% 所以到底爆在哪边 到底爆在哪边 我们再从月增率做观察 美国10月份的零售销售比9月份增长了 大概1.3% 也是高预期 而且创下近8个月以来最大增幅 所以昨天看起来 美国的零售销售数据是非常优异 真的是这样吗 好我们今天要做不同方向的解读 因为大家看到我们的标题就知道 整个联邦 美联储的联邦 跟美联储的地方 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矛盾 跟意见相左的发展 为什么 我们先看第一个维度 第一个角度 就是美国零售销售的总金额 从月度观察高达6945亿美金 6945亿美金 大概就等于台湾地区一年的GDP 光是美国的零售销售 还不含其他的消费 我们从过去划出了一个均值的发展 从2021年开始 美国的零售消费的数据 就远远超出均值 远远超出均值 远远超出均值 而且离均值越差越远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美国人的收入 美国人所得出现爆炸性的增长吗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非常离奇的 美国零售销售的总金额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 第一个维度观察 这边我们都叫做一个周期性的泡沫 所以必然会出现一个均值回归的过程 从去年开始 我们就不断提醒大家 美国过度消费的恶果 将会在今年到明年 不断地需要有人来买单 所以不管从运动用品 包括了家具 包括了电脑 包括了手机 包括最近很多的晶片 都开始为过去的过度消费 开始买单 这是第一个角度 第二个角度 我们再回来观察 因为美国零售销售爆充 可是从美国主要进口的港口的进口数量 却在出现大幅度的减少 昨天在今天部分 我们特别分析了航运价格的崩底 从8月到9月 从9月到10月 从10月到现在的11月 整个美西港口的进口量 是大幅度的减少 美东港口的进口量高峰 也在过去的10月份见到了尾声 所以从进口的数量做观察 很难以说服大家 为什么美国零售销售的总金额会如此之高 而且超出预期 答案就呼之欲出了 这张图就我们之前所做的美国CPI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年增率 当时这引发市场上剧烈的反弹 为什么反弹 因为10月份美国的消费者物价年增率 仅仅只有7.7% 比9月份的8.2%出现大幅下滑 当然我们也在进展报节目当中 领先做出了这个判断 可是我们跟大家提醒的 要了解的是事实的真相 因为物价大幅走低 很有可能是因为极其大幅攀高的原因 所以我们用2019年作为极其 计算了2019到2020 2020到2021 2021到2022 横跨三个年度的复合年增率 美国物价的发展 扣掉了极其因素 大家要特别特别注意到 美国的物价并不如上周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那么和缓 事实上美国的复合物价的年增率 比9月份还要来得更高 假如2019年的复合年增率做观察 美国的物价水平的增速 其实比9月更高 我们也在当时的节目做出了观察 好 这边就要带出一个项目 带出一个数字模型 跟大家来做分析 因为我们刚看第一张图表提示到 因为跟2019年就是疫情爆发之前 美国零售销售的总金额 这三年多来总共增加了 总共增加了多少 34% 跟2019年相比增加了34% 零售销售的总金额增加了34% 我们再换过 把这数字记起来 我们再来看这边图 看这边图 34% 假如我们用复合年增率来做观察化 美国零售销售的总金额 从2019 2020 2021到2020 10月份 平均是复合年增率7.4% 7.4% 关注要 美国零售销售的总金额的增速 从以2019年新冠疫情之前为基础的话 复合年增率是7.4% 但美国的物价复合年增率是5.01% 也就是这边它有物价的影响 我们看到这个数字那么优秀 其中超过三分之二 是因为物价上涨的关系 假如你扣掉物价的话 美国的零售消费的年增率 大概年增率2.4% 这个数据就对了 2.4%才符合美国的正常情况 正常情况 所以现在有三个数字出现 而这个三个数字跟市场上目前的预期 出现了非常大的背离 甚至非常大的矛盾 但你收到金钱报 我们把数字进行拆解 让他了解到美国昨天公布的零售销售的金额 为什么能够逼近每个月7000亿美金 每个月7000亿美金 你倒算回去 美国的消费超过了1兆美金 一个月美国人在各式各样商品跟服务消费 要超过1兆美金 为什么有那么大的金额 其实主要的是价格因素 而不是数量因素 所以我们可以观察 这个可以当作数量 这个是价格 所以主要是由价格拉动的 美国零售销售数字的成长 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所以从这张图表 大家可以特别分析 就是美国的物价 其实没有放缓 大家看到了美国10月份的CPA 大幅度的放缓 都认为美国的加息周期要结束 紧缩周期要接近尾声 可是用复合年增率观察 美联储的内部参考报告 就知道 其实公布出来的数字 跟真实的数字 有极大的落差 这个跟相比是小学的程度 这是小学程度 小学是这样比的 年增率放慢 这个算法 这是高中以上的程度 高中以上的程度 所以现市场是被小学生打垮 因为真实的数字是这个 但你看到的数字是下滑 真实的数字是上升 但你看到的年增率下滑 主要是基期对比的关系 所以我们再次跟大家分享 从美国零售销售 看到它超出预期的原因 最重要的是物价的增速 持续的加快 由P的价格带动了整个总销售金额 这是我们第二个维度 跟大家来做分享跟观察到 好 我们再往下看 再往下看 这数据是做验证的 做验证的 官方就验证了 因为你扣掉了物价因素 这就是美国官方商务部 跟FED所公布的真实销售数字 是这样 你看到的数字是 但真实的数字是这样 是这样 所以你可以看到 扣掉物价因素 假如用物价机器来做观察的话 你会看到 其实美国的零售销售 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刺激 并没有 并没有 大部分的是空包弹 特别是物价带动的变化 这张的数据 官方有这个数据 就代表美国其实实质的年增率 是2.5% 跟我刚刚算的2.4%差不多 因为我们的制作团队 做制作团队的 世光是主持团队的 做主持团队的 所以这个数字算起来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看到 扣掉物价因素之后 其实美国的零售销售增长 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刺激 那么爆炸 就是物价因素 所以这个做证明 好 我们再往下观察 再找一个证据 因为从个别项目做掌握 这一次零售销售当中 有几个亮点 包括了像汽油 加油站的金额大幅增加 但是因为汽油价格反弹 包括了家具 包括家具 出现了销售金额的反弹 可是事实上 美国的住房信心崩盘了 美国的新城屋销售垮了 怎么可能会有人买家具 还出现了一个反弹的增量 国朋友就是因为价格走高 扣掉了物价因素 且美国的家具 不仅没有增加 不仅没有增加 年增率是0.4% 不仅没有增加 从数量观察 上个月 去年卖100套沙发 今年只卖92套 只卖92套 但每一套沙发 涨了大概8% 所以销售金额是增加的 可事实上销售数量是减少的 这就出现了两难 因为金融市场跟实体经济 出现了严重的背离跟变化 而这个背离跟变化 就要来到我们今天 持续跟大家沟通的重点 美联储的联邦理事们 跟美联储的地方分行总裁们 有完全不同 对于加息跟警述的看法 在各地分行跟联邦理事当中 有个很关键的桥梁 就是纽约分行的主席 纽约分行主席 因为纽约分行是美联储最大的股东 纽约美联储是美联储最大的股东 所以虽然看起来 纽约分行是美联储12家分行之一 可是这家分行是美联储的大股东 所以到底谁是谁 而且我们就观察 当做一个朝廷的话 上书房 军机处 就是那七位的理事跟主席副主席 那十位分行就是边疆大力 纽约美联储就是直立总督 袁世凯的角色 所以不要看他是直立总督 他掌握新军 而且要掌握到整个朝廷的命脉 威廉姆斯作为纽约美联储主席 又是当然的投票票委 他的表示就很重要 他提到什么 我们要做分析 第一个 他说在制定加息决策的时候 应继续专注于经济目标 对于金融稳定的风险 避免纳入考量的范围 为什么这样说 等一下我们提供几个数据 让大家了解 跟目前的观点 来做个分析跟观察 因为矛盾越来越大 矛盾越来越大 所以美联储的副主席 说你们两边不要吵了 军机处的大臣 我尊重你们 我们一起上班 地方的十二家主席 你们有名意见 我也帮你们反映到中央 你们的矛盾 我尽力来弥合 所以他先拍板 因为他是美联储最大的股东 他说基本上要专注于经济目标 而不要特别考虑 金融市场的稳定风险 这个拍板 就是更关注经济目标 那经济目标限什么 限目标就是通胀数字 至于金融市场的风险高跟低 美国国债流动性好坏 基本上不要纳入考量风险 这个有点针对性 针对几家分行主席 现在丢出了报告 说美国国债流动性出问题 这有非常大的挤兑风险 隐藏的系统性风险 不要管 你们不要吵 反正市场在干嘛 华尔街是我在管的 华尔街我最大了 这些什么大摩小摩 大美小美 大高小高 高尔旁首都我管 所以你们不要关他 特别注意经济目标 所以这个讲话有点鹰派 有点鹰派 那重要我们来看一下 军机处大臣 怎么讲 沃勒昨天的一个表示 关闭注意 他的演讲题目就很特别 他的演讲题目叫做 经济前景与通货膨胀的警告 经济前景与通货膨胀的警告 为题发表演说 这个名字听起来就有点恐怖 对不对 经济前景跟通货膨胀发出的警告 来做表示 他第一个他对于12月的货币政策 表达加息的一个态度 特别他指出 10月份的物价走低 基本上要再做观察 而第三季美国GDP年增率2.6% 那只是一次性的发展 从第四季到明年上半年 美国GDP的增速会大幅放缓 大幅放缓 你很哥吗 很哥吗 没有 他说这个现象很正常 而且应该要这样 应该要这样 所以我们看到窩的第一个表示 他对于要不要加息 对于市场上目前的风险 拼好抬升 他基本上给予比较否定的目标 第二个他提到的 现在的官方利率 才刚刚进入了限制性的区域 利率水平 3.75%到4% 目前费方率是3.83% 才刚刚进入限制性区域 什么限制 限制你消费 什么限制 限制你投资 什么限制 限制你投机 才刚刚进入限制性的区域 马上提到了一个重点 要特别观察货币政策的滞后效果 因为我们知道货币政策实行之后 第一个发表之后 利率的调整 从央行到商银行 从商银行到消费者 从消费者到厂商 从厂商到投资投机客 需要一定时间反应 过去来讲货币政策 我们一般是抓6个月做反应 6个月做反应 所以现在第三季末 第四季初 才是刚刚今年初 开始紧缩的效果 逐步的发酵 但我们说6个月 这个时间是一般经验来讲 货币政策的滞后性 可以用什么做指标 有没有滞后性 我们就是年初升息 现在年底资金成本抬高 年初升息 影响了现在的投资 投机跟消费意愿 那这个到底是6个月 还是6个月零一天 还是7个月 还是8个月15天 不知道 所以沃勒有特别要做观察 从金融市场的价格表现 就知道货币政策的滞后性 市场上目前观察 美联储加行的加那么快 为什么通胀没降温 是因为货币政策传导 需要时间 叫自同性 所以加息够了 因为从10月份的CPI 就看出年初加行的效用 开始作用 就像我们感冒要吃感冒 感冒吃感冒药 不是感冒要吃感冒 是感冒吃感冒药 你不是吃下去马上见效 有需要15分钟 有需要30分钟 有需要两个小时 甚至有些大型的疾病 需要一个完整的吃药的疗程 这就是药效发挥的滞后性 这个滞后要多久呢 要看每个人的体质 到底药有没有用 所以看到CPI 很多人 市场90%的人认为 货币政策的滞后性发挥了 所以应该要进入加息伟生 这是这种感觉 可是刚刚我们第一个否定掉 从CPI的角度就否定了 就是从负荷年争率没有发挥 你只有心理作用 你感冒不舒服 吃了两个感冒药 我变好一点点 不是好一点点 是你心理作用 其实没有发挥效用 所以沃勒有提到 从金融市场的表现 可以观察货币政策的滞后性 好 观众要再回来 请问美国股市是涨还是跌 今年以来的表现虽然不佳 但会不会很糟糕 这就带出另外一个 跟大家分享两个问题 到底现在的景气变差 是商业周期 对不起 我要写出来 现在的景气变差 是不是因为商业周期 商业周期 我们叫商周 商周期 还是因为货币周期 我们叫货周 现在景气下滑 是因为商业周期的关系 包括过去两年消费泡沫 过度刺激 导致的商业周期自然的往下 就跟呼吸一样 有扩张 有说说 有扩张 有的产业 像面卖产业是三年到五年一个周期 像企业产业是五年到七年一个周期 像办事产业过去来讲是18个月 到24个月一个周期 它有个自然周期的变化 现在经济收缩是商业周期吗 你们看到的CPI 是商业周期的关系吗 还是货币周期的关系 假如是货币周期的关系 让物价下滑 让消费逐境的冷淡 那代表升息真的要接近尾声了 紧缩的未来也可以乐观 但假如目前的物价下跌 还有消费逐渐的冷清 是因为商业周期的关系 从股市就可以做出这个判断 因为股市跟实体经济 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背离 代表现在的物价下滑 代表现在的景气的库存 打消等等财报下跌 是纯粹商业周期 货币周期到目前为止 没有发威 没有效果 我讲的当然不是绝对没有效果 是相对没有效果 相对没有效果 所以假如判断错误 就会重到70年代的覆测 70年代 当时的美联储不断的看到 升息之后物价下跌 马上降息 结果物价跑得更高 再紧急加息 物价又掉下来 物价掉下来 又紧急降息 后来发现 所有的物价 基本上都是商业周期导致的 没有货币周期的效果 所以跑出来的Volker 他终于面对现实 把利率直接拉高 实体经济 实体经济 对于物价的限 对于官方的限制利率 可能承受度是3% 可能是3.5% 可能是4% 可是在金融市场 在财富效应当中 可能限制利率是5% 6% 7% 所以为什么这次联邦的主席 副主席到李世门 仍然非常鹰派 要坚决加息 而且不排除 有经济衰退 作为一个代价 原因是 这个市场 其实是二元化的结构 所以我们要特别关注 从联邦的理事门 跟地方的主席门 你看大家都讲放慢加息 废城的 克林夫兰说有缓和 像卡拉斯说放慢加息 达斯分上说应该 适度的放慢加息 就今天分上说要放慢加息步伐 地方的人都在说 要准备结束加息周期 这像什么 甲午战争之前 所有的边疆大力 八国联军更明显 八国联军的时候 所有的两江总督 两湖总督 你看张之洞都是反对的 张之洞快挂着 扯远了 那些地方大力都反对 清廷跟八国 或是对义和团的态度 都反对 可是联邦干 打 赶快叫义和团 来帮我们消灭洋人 好 各位朋友请问 最后引发八国联军的 是联邦还是地方 是联邦 是慈禧太后 硬干 所以大家现在要观察 世界不是民主的 不是靠投票 你12个人多 你们决定的声音大 没这回事 主席一票否决权 副主席拍板定案 你们12个分行主席 哇哇叫 虽然影响了舆论 影响了投气氛 但不代表是美联储的决策 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从美国零售销售数字 来做分解 分别从几个面向来做观察 第一个是数据本身出现了一个消费的泡沫 第二个视角 是用透过物价上涨 创造了这种泡沫的幻觉 第三个是目前实体经济的发展 跟金融市场的表现可能会引发整个市场错误的预期 这个预期对于理事对于地方来讲 会有不同的判断跟解读 分享给所有金钱报的观众朋友 好 这一篇课我们回来要讨论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NVIDIA的财报 NVIDIA财报 我们配合麦肯锡最新的有关于全球化的报告 我们看到去全球化 全球从长练变短练 到麦肯锡怎么说呢 麦肯锡最新出具的报告指出 全球化是不可能倒退 是不可逆的 可是却有人为的效果 正在把它变成可逆 自然力量的不可逆 跟人为的可逆 到底是人定胜天 还是被大自然给消灭 我们学习片刻在听讲的部分 从NVIDIA的财报中心化跟去中心化 配合麦肯锡的全球化跟去全球化 为大家做进步的关注跟解读